天氣轉冷 許多孩子出現感冒發燒的症狀 根據統計 大約有2%到5% 6個月到6歲的孩子 發燒後可能出現熱淨聯 我自己以前小時候是有過 所以就也是會擔心他 就是特別注意一下 不發育還沒有完全成熟跟定型 所以他對這個溫度的改變 稍微比較敏感 在醫學上這幾年 發現有些孩子 他在我們掌管神經的通道 就是納離子通道 少數假離子通道 他有先天的突變 所以他就容易產生熱淨卵 除了是基因與發育因素導致 家長也會擔心孩子 是否日後健康受到影響 他過去的神經學發展 各方面的發展都是正常的 所謂的腦波檢查 看腦波有沒有異常放電 單純屬於熱淨卵的這群孩子 他的腦波檢查是完全正常的 這個熱淨卵本身 對孩子是完全不會有影響 良性的熱淨卵通常在兩分鐘內停止 家長不用過於恐慌 若超過五分鐘建議儘快就醫 大愛新聞台北報導 北斑委員 Brown 北斑委員 欠 włos